刑事局中打破货冰工厂 一名朱姓男子在网路上购买模拟枪 自己上网学改造 光是警方在他们家就搜出了八支改造手枪 还有子弹八十三颗 三弹枪子弹二十三颗 以及两把改造手枪的半成品 数量多到朱姓男子不止得放在家里面 还要去外面乘租置物柜来堆放 那么其中有两把是比较罕见的改造手枪 是名片型的手枪 因为造型像名片大小一样 如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把枪 那么警方是说因为名片型的手枪 方便携带造型也跟打火机类似 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警方查扣到的这两把罕见的名片型手枪 其中有一把是具有杀伤力的非常危险 另外还有比较罕见的掌心雷手枪 也被警方通通没收 是不一把 这类振 在嗲